大家好,我是查米 今天是2021年9月17日 周五 现在是下午的两点钟 我现在从店面这边去 那个八卧口那边那个plaza 就是等于是购物中心 去买两把锁 我们店里面的那个机械锁挂锁 一直没换 已经看到两三个月点了都没换 把它换了吧 反正今天有空 就去把它买回新的锁 把这个老的锁把它换掉去 然后再去给自己家 买点菜吧 很久没有去买菜了 我现在在书书书道 采购了一些东西 大部分呢是店里面卖的 但是这些漏啊 这些西瓜呢 就是我们家里自己吃点水果 这些东西 还有一些海鲜类的东西 回去跟大家说吧 这个采购呢用了两个多小时 其实我就只买了两把锁 然后就在这个苏布市道这边买菜啊 然后再买了一些 就是 店里面的 这个牛奶什么 因为明天是周六了嘛 明朝明天不上班 我跟小朋友过来上班 所以说今天把这个货 就要把它补齐 然后后天是 就是 不上班的 我们店里面 就是 一周 就是周日 是不上班 我就是买的这种锁 这种锁 大家看一下多少钱 九块九毛九 就是十块钱 加币 一把 然后再加一下税 百分之十五的税 是吧 就是十一块 五 好 大家看一下后面吧 这东西的价格 我这里呢 就是 买了 这种是这边销量最大的这种百事可乐 这种百事可乐呢 正常的情况下呢 它卖是卖 两块五千一瓶 但是会员呢 是 七毛七一瓶 限购十六瓶 所以说我现在就买了十六瓶 会员价 就是要用会员卡去刷的 然后这个西瓜呢 是安哥卖的 这里的西瓜 这种西瓜 就是十一瓶 以上吧 这种西瓜 就是四块钱 一个的西瓜 然后这个 大家看到这个鸡 鸡翅嘛 八块八千 八块八千 一公斤的鸡翅 也是我们自己吃的 然后这个猪肉 这个前腿肉还是后腿肉 我也不清楚 反正就是这样 是肩胛肉吧 是吧 这个是四块多钱一公斤 然后排骨 还有这个是大排骨 还有这个是大排骨 大排骨是八块钱一公斤 然后就是这些牛奶 牛奶都是店里的 这种东西就是 从五块钱 六块钱一包 卸了 好就这样 这样一百二十多块钱 我现在就把这个钥匙把它放了去了 这个这个锁 这边呢 这边呢就是说所有的 为什么我刚刚会去进很多的 就是讲最大限额的进那个百事可乐两升的呢 因为这边呢 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 从百事可乐的产家给到我们的货呢 是特别贵的 就是要一块六毛多钱 就是两升的 然后呢 他每一次来货呢 就是说 因为这种货的有效期是很短的 一般情况下是两三个月 就是很残念 一般情况下就是两个月 所以说你也不能去谈很多的货 而且呢 他每次要命的是呢 就是讲每一次送货呢 有三十多块钱的送货的费用 你假如说你买他一百罐的话呢 就是讲很了不起了 你在两个月内可以销完 就是讲虽然说他们可以推货 但是你总是让他们去推货 他们也是按笔列去推货的 所以说很麻烦 而且这个费用的话 你看不到每一瓶上面呢 也要三毛多钱 就等于是 他的卖价才卖两块多钱一瓶 两块七毛多钱一瓶 所以说 你就是 买两瓶的话呢 就五块钱 就是两块五一瓶 所以说你一瓶的就是 这个价格呢 你只能是赚一个几毛之钱 所以说小便利店就这样 只能自己勤快一点呢 就是讲 各个大超市有打折扣的时候呢 去用打折扣的价钱自己去买回来 虽然说两瓶一瓶 就等于是两公斤嘛 就比较重一些 就搞回家 但是没有办法 只能是这样去进货 因为你不这样去进的话呢 你完全靠他们 就是讲厂家送货过来的话呢 这个一个运费吃不消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单价也是太贵了 就是说你看一下 他一块六毛多钱 你进给我了 然后我们自己去超市里面买的话 有时候大部分时间是九毛多钱 现在搞活动是七毛多钱 就是差价都是翻了一倍的差价 就是说真的是没有办法 所以说只能是这样 自己靠自己的勤快吧 好吧 我现在就把这些锁把它就换下去 心里也虽然说没什么 肯定是不可能就是讲 别人会去用这个锁来开门的 但是换一下就心里更安稳一些吧 好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这些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再见